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将在大修后进入试航俄罗斯现役唯一一艘航母 库兹涅佐夫号将在大修后进行为期八年多的试航 今年4月 俄罗斯国防部已与联合造船集团签署了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的维修合同 及一些现代化改装的合同 预计工程将持续两年半 之后将进行为期七个月的试航 俄海军将在2021年接收该航母 事实上 因受制于经济发展的影响 库兹涅佐夫号航母自1991年正式服役后 一直没有经过完整大修和全面升级改造 大小毛病不断 如2009年因工变系统出现问题 因发箭上起火 而导致一名士兵死亡 负责提供动力的推进系统也不可靠 锅炉经常出现罢工状态等等 图一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冒出浓烟巨烯 该维修项目将耗资550到620亿卢布和8.87到10亿美元 有一千多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参与 现代化工作将在摩尔曼斯克第三十五修船厂进行 这是北德文斯克小猩猩 Zvastek传播维修中心的子公司 但据俄罗斯国防工业的消息来源表示 这笔维修资金不算太多 还不足以对这艘舰进行深入的现代化 Zvastek到船厂首席执行官契尔盖·马里切夫表示 这是一项非常艰巨复杂的技术工作 这次维修改造首先需要对舰艇的主推进装置进行大规模的维修 包括更换锅炉 修理并恢复主齿轮涡轮组件 动力装置舱 涡轮机和柴油发电机的设备以及制冷装置 目前的发动机是在乌克兰建造的 而更换的发动机只能从乌克兰或美国采购 但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 因此该航母上的八台锅炉将被更现代化 更可靠的锅炉取代 其次 库兹涅佐夫号将会安装一套全新的机载电子系统 该建目前装备的MAPASAT北约代号空中警戒 雷达系统是基于前苏联时期无缘阵列发展的第一代相控阵系统 该系统目前已经完全过时 因此 该航母将会安装最新的ALMA-V-ANTEAPOLIR-REDUT雷达系统 此外 航空母舰还将安装新的武器系统 如陆基萨姆的海军改型PASSM-MD对空导弹系统 配备新的S350VTS舰队空导弹等 本次维修改装的目的 是将库兹涅佐夫号的服役寿命延长几十年 图2ALMA-ANTEAPOLIR-REDUT雷达系统 图3俄罗斯S350VTS舰队空导弹 也为陆基地对空导弹 马里切夫补充说 最初的工作是在2018年4月正式签署合同之前开始的 之后的工作进度会加快 合同中的维修工程自5月以来 已在收到的文件框架内全面展开 俄罗斯官员今年早些时候表示 库兹涅佐夫号最迟将在2021年完成大修 在2021年或2022年完成试航 大修计划将在罗斯利亚科沃P第50V船物进行 到时候船将被送到船物拆解周系和螺旋桨 进行检测和修理 修理海水阀门的同时 并对船体的水下部分辐射涂层 图四库兹涅佐夫号航母 库兹涅佐夫号航母于1982年4月1日在黑海船厂开工建造 1985年12月16日下水 1990年12月25日正式服役 该舰长302.3米 宽70米 湿水10.5米 飞行甲板长304.5米 标准排水量46,637吨 满载排水量59,439吨 航速30节 该舰装载了强大的防空火力 甲板四桌布置 那次座SA-N-9垂直发射防空导弹 每座有6个发射单元 每个单元被弹8枚 总共被弹192枚 射程15000米 另有8座CADS-N-E卡什坦弹炮和一进防系统 系统配置为2座30毫米 6管炮和8枚SA-N-11进程导弹 火炮射程2500米 导弹射程8000米 此外 还有AK630型6管30毫米 炮4座 射程2500米 发射率3000发分 其进防火力密度 甚至超过了基洛夫集合动力巡洋舰 英国311型护卫舰采办项目暂停英国皇家海军舰造5艘311型护卫舰的项目近日陷入停顿 原因是国防部高层决定暂停该进征兴采办项目 该采办项目在2018年夏季快速升温 然而就在此时国防部突然宣布暂停这一价值16.4亿美元的项目 理由是在设计阶段竞争不足 一些专家评论员对此次停摆事件迅速做出了回应 认为这是英国防部的一次拖延战术 原因是其还没有从财政部获得项目所需的资金 英国海军网站Sawweatherwell那位认为 在如此紧迫的时间框架下建造单艘价值3.28亿美元的护卫舰总是会存在困难 尤其是招标团队需要就多个城包商之间的复杂分工及资金问题达成一致 检视防务周刊也发表文章称 至少有两家潜在的投标方认为英国防部设定的相关条款是不可行的 存在着商业及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 2016年2月13日 英海军正式启动通用护卫舰概念研究 定为311型通用护卫舰 同年7月初英国防部装备与保障局 成立由8人组成的海军设计伙伴团队 负责311型通用护卫舰概念设计阶段的管理 对各竞标公司提交的设计方案进行评估 为期12个月 2017年9月6日 英国时任国防大臣法轮宣布新版国家造舰战略 为英海军建造内来舰艇投资1780亿英镑 为新型舰船建造制定路线图 根据该战略 英海军将采购5艘311型护卫舰 要求单舰造价不超过2.5亿英镑 约3.28亿美元 允许英国各造船公司与外国造船公司合作研制 将采用多家造船公司设计方案 竞标方式敲定主承包商 随后按照重标方案 在英国多家造船公司建造 最终由主承包商组装 以提高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该采办项目的目的是使皇家海军的舰船采办计划 具有长期性和可持续性 并为英国军舰出口提供支持 该级舰首舰员计划于2023年开始服役 也就是上一代23型护卫舰开始退役的时候 图5-311型护卫舰项目的详细计划 在已公布的311型护卫舰计划中 将311型护卫舰定义为一种能担负多种中低强度任务的通用护卫舰 能将皇家海军大型主力舰 听如45型导弹驱逐舰和26型护卫舰 从例行性秦屋中解放出来 使其专注于关键任务 目前参与311型护卫舰 竞标的公司至少有三家 竞标方案主要包括把系统集团和卡梅尔·莱尔德船厂 提出的117米舰长的利安德 船体方案 巴布克克国际公司以赛妙尔·贝克特及舰海旋罗舰 为原型设计的舰头方案 以及BMT国防服务公司的狩猎者110型通用护卫舰方案等 图六白公司的利安德方案 所巴布克克公司的舰头方案中和BMT公司的狩猎者110方案 又尽管项目被紧急叫停 但英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仍表示 国防部计划为皇家海军采办五艘311型护卫舰的计划没有改变 国防部依旧希望首艘311型护卫舰能于2023年交付 也对工业界能应对国防部价格限制挑战抱有信心 目前只是漫长采办过程中一个很早的阶段 国防部将汲取教训 尽快重启采办进程 今日报告 以下为国外动态的相关研究成果链接 如有需要可合作一下 请留言小编 相关研究成果链接一国外主战水面舰船发展 及对国内的骑士研究 研究报告 2018年 115亿2 AIP潜艇南海区域安全威胁分析 研究报告 2018年 270页三海洋防务无人装备体系与发展规划研究 研究报告 2018年 400页四美国海军水下探测系统研究 研究报告 2018年 10105美军弹性作战云研究 研究报告 2018年 236页六国外舰船红外隐身技术研究 研究报告 2018年 42页七国外典型基地破冰科考船研究 2018更新版 研究报告 2018年 151页八国外典型海洋调查船研究 国外典型特种调查船研究 国外典型军用侦察船研究 国外典型海洋工程船研究 国外典型基地破冰科考船研究 国外典型远洋渔船研究 研究报告 2017年 750页七百五十页九国外典型典型驱逐舰研究 研究报告图书 2017年 433页十常规潜艇装备与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 研究报告 2017年 283页十一美海军 DBG-000机区逐舰的机电控制系统 ECS研究 研究报告 2017年 46页十二国外海军无人系统 2研究报告 2017年 220页十三美海军开放式体系结构 OA及其对我国海军舰船装备的发展启示研究 研究报告 2016年 230页十四美海军诸姆沃尔特 DDG-000机区逐舰的总体性能与技术特点分析 研究报告 2016年 91页十五船装备维修保障发展研究 研究报告 2015年 330页十六国外海军无人系统 研究报告 2014年 341页十八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 从企业到福特 图书 2013年 550页十九国外航母编队 及其装备发展研究 研究报告 2013年 200页BMTA收录期刊 CSCD收录期刊 2014年 ύ10%烦弹期刊 40素肥工 位于 预定 图书 垂体 2的 垂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